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豪 我們現在打全新的奧力佛 這個念佛還是佛 奧力佛地獄集 好 不管 反正就是這隻章魚的地獄集 那這邊帶大家用銀魂的1%大獎 版田銀石來通關齁 那我這邊也是全合作配置 好 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你有沒看清楚的話 可以按暫停稍微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啦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我們就 五步內送給他 然後摺一幹掉 基本上是選右邊那一隻啦 比較簡單齁 就直接都五步內送給他 不要消到新珠 好 那接著剩下削全木這一隻 我們就是慢慢去把他處理掉就好了 對 他沒有 他只有扣血90% 沒有任何實現 所以 你高興什麼時候帶走他 就高興什麼時候帶走他 好 這邊的話我們開銀石 然後選星巴板面 那因為剛好是七康啦 所以我們可以走六步 呵呵呵 來喔 這邊就不用五步內無視顧C了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第二關在他CD2的時候 我們可以五步內 阿不要消到光珠就好了 好 檢查一下 好 那CD1的時候 我們要走超過六步 不然會死掉喔 他打過來是會死的 那注意 一樣不要消到光珠 OK 這邊帶走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三關喔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先解鎖 不過解鎖之後先不要急著進攻 我們先一回合送給他 走超過六步 好 一回合之後呢 這邊我們就開星巴 然後隨便選兩個直行 來 接著我們就開銀石 然後就選那個星巴板面 然後一樣五步內送給他就好了 好 這邊用銀石來無視連擊同等喔 那因為傷害可能會不夠 好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補一個星巴下去 好 那至於說為什麼土方那一回合 我不直接開星巴 因為他們的技能是一樣的 在左上角星巴技能 圖案不會出現啦 所以就不會多這個追打 好 來 接著第二回合我們一樣先偷一回合 二血啦 我們先偷一回合 好 來 一回合之後星巴會跳起來 那這時候一樣我們就直接把星巴再打開 好 然後選銀石 好 這時候選神樂板面 好 然後一樣五步內送給他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錘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來 接著第四關 好 第四關一樣 你在CD2的時候可以去進攻 就是五步內 啊CD1的時候一定要記得走超過五步 來觸發減傷 好 啊一樣 這邊的話變成不能消暗珠 我們就自己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好 這邊一定要記得觸發減傷喔 CD2的時候我們再去走五步內就好了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王一 那王一的話是攻前盾 好 這邊的話我們開進藤 先擋死一次喔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走超過六步沒關係 記得停在火焰地裡面喔 OK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神樂 然後開星巴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戳星巴跟神樂的直行 好 然後這邊的話五步內送給他就可以了 好 一樣喔 要記得停在火焰地裡面 好 那這邊因為他有電擊盾啦 所以我們就是把傷害吹大一點點 先開神樂的用意是這樣 雖然看起來好像也不用吼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第一回合先開銀石 然後選那個 好 選銀石版面 好 然後去把水全部消一消 這邊走超過那個叫什麼 走超過六步是沒關係的 好 這邊水的話是可以消掉16顆喔 所以 第二回合一定可以達到30顆 這個是可以不用擔心的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開星巴 然後一樣隨便戳兩個直行 最後的話就開銀石 然後選銀石版面 好 那一樣去把水全部消一消就可以了 好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已經走超過六步了 但是沒有關係喔 我甚至連10都超出去 好 那因為你有開星巴啦 所以傷害一定會足夠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就是 銀魂二成就 通關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撲